植物育苗就是非常的有趣 你看他在这三寸盆里面长很久都没有再变更大 一直要等你把它搬家 像我这最近刚搬的把它移到五寸盆 过几天应该就会慢慢长大 我们来试验看看等待一下 有换盆有差 你看一个星期过后啊 换盆的长那么大了 左边的是还没有换盆的 除了换盆之外 有些子罗乐 我就把它移到我的大花槽里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香草热爱田园生活的尼克 在观赏的影片之前 请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变下小铃铛 那这个系列影片是介绍那个罗乐的栽培 在上一集我用子罗乐为例子 介绍了它的播种 那其实九层塔或是田罗乐都是适用的 那随着它小苗长大 我们要帮它移植 刚刚做了移植 不管是移植到大花槽里面 或是移到更大的花盆都是 那接下来就是要摘新或是做修剪 来促进它的分支 那也会看到一些虫害 种在小花盆的子罗乐苗 大部分我拿去移植的剩这一些 那这个的话 就是野线 这里把它拔掉 这个才是我们种的 然后这一颗怎么都不见了 后来发现现形犯 你看有一只叶道额在这边 就要把它抓掉 那叶道额的话在这里可以把它抓掉 为了方便后续影片的拍摄 我把这些小苗拆开来 五寸盆一盆种一颗 那这样就可以很清楚看它一颗的生长样子 那之后会有栽芯啊 修剪啊 插枝就可以看得一目了然 修剪的时候用干净的剪刀去做修剪 如果我们只剪上面顶端可以用手这样摘掉这个顶牙就叫摘心 那一般我们九层塔的话 这第一次的苗这样长上来的话 你看有一节两节三节四节五节好多节了哈 那至少在第二节以上 那像我这第这次在第三节地方剪掉 那这样剪掉之后啊 这个侧牙就会代替刚刚断掉的这一只 然后就再分支上来 同样再示范一次这边的话 看这个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第二节以上我一样在第三节地方剪掉 有没有看到那一个节有两个牙 一二三四五六 都是有六个分支 如果你是用新土栽培的话 通常土里面已经含有适当的养分 如果你想追加肥料的话 可以在那个你修剪之后加一些含氮成分比较高的有机肥 就是养叶肥来促进叶子的生长 剪下来的枝叶如果长度够的话 你可以进行擦枝 那那些多余的叶子就可以拿来做应用 不管是做青酱啊 当沙拉叶啊或做其他的用途都很适合哦 修剪下来的枝条像这个比较长的话 那把下方的这个大叶子摘掉 那剩下上面的叶子 那这样子插到土里面 然后 浇湿 然后放在明亮太阳不紫色的地方啊 大概一个星期后他就会发根 他就又有新的小苗产生了 隔几天过来看怎么扫了一盆 仔细往这边看 哎呀应该是鸟造成的 你看他把它弄倒 然后呢 你看都已经真的已经发根了 已经存活了 那空花盆在那里 那我决定把它再重新种起来 因为真的那个罗勒是蛮强壮的 有机会会继续存活 把它捡起来 根系很发达 那就是把它重新 这些土再把它移植回去 重新种回去的要赶快浇水 如果像这种你要预防鸟去破坏的话 可以加网子 我在别的影片有用网子 把我播种的那个薰衣草 这样子遮起来 就预防鸟去啄它 罗勒栽星就像这样子 中间这个顶牙被剪掉了 然后这边不能往上长 那这两个长了两个侧牙了 你看这个顶牙 有点皱皱的 有点畸形啊 这不是这个罗勒 它本来的叶形啊 这种情况就是因为 它被虫吸食后 叶子畸形变形的 这种情况就出现在背后 你仔细看 这边就会有牙虫 牙虫躲在这个背后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的话 如果你可以先把这严重的顶牙摘掉 因为它已经畸形 长出来也是很奇怪 那摘掉之后 你可以观察情况 如果改善的话 就ok了 如果还不行的话 你可以喷一些天然的脂材 我先把有牙虫的这个顶牙先整个剪掉 然后这边再用水沖一沖 避免有虫留在这边 再来观察 如果还是有状况 我就会用我DIY的那个魁梧露西式后来喷灑 这种在大植草的这个子罗勒 越长越大越好了 你看 现在已经很高了 这个这样很壮很大颗 这个都可以采摘来使用了 这个我上次有摘来吃 我觉得它香香嫩嫩的超好吃 那九层塔单吃 你会觉得味道很重 可是这种罗勒 味道很优雅 你看这些摘清过的子罗勒 长得多茂盛啊 我挑一盆给大家看 你看像这样子 然后就长得非常的茁壮 哎我们仔细看啊 这又看到这个罗勒的另一个害虫 这叫浅叶虫 那有可能是银类或是鹅类 他这样子在叶子里面钻 那这个简单的排除方式是把叶子摘掉 这样叶子摘掉 然后叶子要丢掉 因为这有可能虫在里面 像这样子 虫很小只看不到 所以就是把它整个这样子 包在塑胶袋丢掉 不要留在现场 随着罗勒渐渐长大 我想它即将要开花了 那下一集就会出现它开花的样子 还有后续的一些介绍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 好 有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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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